大家好,這次我想介紹給大家日文的用普通型的文型 那上一個影片也是用普通型的文型 但是之前的是普通型那型籠子跟名字的現在肯定型的地方 就是這裡跟這裡 需要補那的文型 然後相反的,什麼都不要加大不要加的文型 普通型 然後這次的話 這個現在肯定型的部分 那形籠子跟名字的現在肯定型的部分 需要補那的,名字也好 那形籠子也好,名字也好 都要補那的文型 我想在這個影片裡面介紹一下 皆さん,大丈夫ですか? 那我們看一下 用普通型,那那型的 現在肯定型那型籠子的時候要補那 還有名字的時候也要補那的 用這個類型的,普通型的文型我們看一下 很多人呢,那型籠子才會出現那 但是名字後面有這個文型的時候 這些就是普通型,那那型的時候 名字後面也有那 這一點真的要注意 我們看一下這些 用到普通型,那那型的文型 這些都是,そうですね N4,最基本是N5 再來再難一點的 N4的時候 希望大家這些文型要把握好 普通型 那那嗯加嗯です 嗯です 其實Noです也可以 這裡我掛號寫 Noです也可以 嗯です 一般國繪畫裡面 用嗯です來講話比較多 這個我們看一下 這個嗯です後面還要加疑問的か 這樣子嗯ですか 來照句 どうして遅れたんですか 為什麼知道呢 這個嗯ですか 這樣子問的話 可以表示 可以表示 關心 還好奇 還有期待對方回答 那比較強烈的期待對方回答 我可以更加的關心好奇的 感、愉感 加個嗯ですか 這樣子就 有 當然這個 用太多的話 對方覺得 為什麼一直這樣子 關心我 有一點煩 但是 需要多一點關心的內容的時候 可以用嗯ですか 來問 還有 那就相反的 回答的時候也可以 嗯です來 表示理由 可以表示理由 那有人問 問我 為什麼你知道 どうして遅れたんですか 那回答的時候 因為公車沒有來 バスが来なかったんです はい 来なかった就是 過去否定ですね バスが来なかったんです 因為公車沒有來 這樣的時候也可以用嗯です ですね 這個嗯です 用法是一種強調 我講的內容強調 然後訴求 這樣的時候可以用這個嗯です 所以呢 單純強調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嗯です 譬如說 很想告訴別人 我其實明天要去旅行的 那可以說 明天開始我要旅行的 我要去旅行的 明天開始我要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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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 はい それからので ですね 普通型 7型的普通型加ので ね 這樣的話可以表示 原因理由 而且比較正常的 語氣 可以表達出原因理由 因為身體狀況不好 所以我可以早一點回去嗎 ね 身體の調子が悪いので 早く帰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那這個ね 悪い まあこれは異形論字 だ 現在肯定心ですね 因為我身體狀況 ね 身體狀況不好 ね 不舒服 想吐 有發燥 身體の調子が悪いので 早く帰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早一點回去嗎 這樣子ですね はい それから 再來是 ね 普通型 7型的普通型加 ノニ ですね 這個ノニ は 缺的意思 ね 所以後面是意外的結果 まあ 或者是 まあ 有点不滿的結果 ね 可以用這個ノニ 驚訝 不滿 意外 的結果 ですね 所以これは 逆接的關係 です 因 你做什麼什麼 卻怎樣怎樣 とね 做什麼什麼 卻怎樣怎樣 まあ まあ 或者是 まあ 不一定 剛剛說 做什麼什麼 但是 不一定是動詞ですね はい 這裡的話 まあ 剛好ね 動詞 毎日練習したのに 試合に負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每天練習 我每天練習 卻 比賽我輸了 試合に負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まあ 這個是 まあ 有一點 不滿 ですか はい 不感性 ですね はい それから 這個 普通型 7型 7型 7型的普通型加 ノは 然後名字 です 這個是 我們叫做 強調構文 強調構文 えー まあ えー 今可以看 看下面的ね 說明的地方ね 強調構文 です えー 私が生まれたのは 静岡県の 小さな街 です 我所出生的是 金剛線的 小小的城市 這句話 原本是 這樣子 這個是普通的順序 です 私は静岡県の小さな街で 生まれました 我 在 ね えー 金剛線的小小的城市 出生了 ね 生まれました 但是我想這一次 呢 特別 強調的部分 就是 就是我在 這個呢 金剛線的小小的城市 出生的 這個 這個部分想要強調 那 日文呢 最 重點的是 排在後面的 術語的地方 那就 静岡県の小さな街です 就排在最後面的話 那 前面的 原本屬於的 生まれました 拿過來 拿到前面過來 那 這個時候 生まれました 要害 生まれました 是 過去肯定性 所以 他姓 生まれた 在叫 ノワ 這樣子 可以 整個部分 就是主地 我所出生的是 金剛線的小小的城市 這樣子 那 這個是 用普通型 拿拿型的 普通型的 那 文型的 一部分 一部分 所以 以後 以後 N3 N2 N1 也會用這個 文型也會 出現很多 但是 先大家 基本的 這些文型 大家希望把握一下 然後 這一次 要注意的 就是 是 用普通型的 文型 這個類型的 普通型 是 注意的是 那型論詞跟名詞 現在肯定性 都是 那 です 所以 那 類型的 普通型 大家 大丈夫ですか 皆さん 大丈夫ですか じゃあ 今日は ここまでにしましょう 皆さん 日本語の勉強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